歡迎收看國王幫忙 歡迎光臨國王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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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同値 我是崔尊 大阪 後面的東東 大家好 我是貝貝照大會 參加這位的東東 這裡有很多很多的 國外的女孩子來到台灣 各地來的 對 比如說有俄國的 有日本的 是 有菲律賓的 對 韓國的之類的 來台灣發展 那是不是外國來的女孩子 不管是洋人或者是我們華人 是不是外國來的女孩子 都特別容易讓我們有一種 遐想 對 或者特殊的感覺 今天這個來 你可能就 稍微要冷靜一點 怎麼樣呢 可能會流出這個 男人的熱淚來 什麼意思 因為你的身高 什麼意思 歡迎這兩位呢 也是從國外來台灣發展的 而且在台灣呢 非常受到阻礙 好不好 我們先歡迎他們進來好不好 好 歡迎 蔣儀 馬克力特 朋友認說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也有人說外國女生 比較有吸引力 根據調查80%的男性認為 外國來的女人比較有魅力 是因為台灣男人好奇心作水嗎 還是外國女人真的比較美呢 今天國王幫幫忙 我們請到蔣儀 馬克力特來幫忙 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是不是外國來的女人 真的比較有吸引力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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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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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請坐 像你們兩位來到我們台灣喔 會不會覺得我們台灣的男孩子 對你們特別好 特別溫柔 沒有特別好 我覺得通常女孩子 一個人去外地的話 都會有一些 就是當地人都會對她特別好 因為你自己都會覺得 如果你隻身去外地工作 好像很孤獨 又沒有人照顧你 都想多一點人來關心你啊 難道你們有感覺 這中間有一點點情愫在嗎 沒有啊 我很遲鈍耶 妳剛從夏威夷回來嗎 沒有 我已經做了很久的美白聊天 可是妳這個膚色很好看耶 對啊 其實我本來的膚色更黑 我現在已經是屬於白的階段了 真的喔 對 對我來說是人生的一個 非常美白的階段 其實蔣儀在今年的 我們台灣的金馬獎 在那個主持星光大道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她的表現 其實當時我們都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們對妳並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妳的颱風非常的穩健 是的 謝謝 您請問您多高啊 一米七八 你多高啊 喂 我也有八啊 你是不是 一米六吧 來 我們派代表來商量 我們看看 我有串高跟鮮 沒關係 就是要串高跟鮮 高明 預備 去 謝謝 秋文你看她 眼神 如果說這樣子的 外表的一對情侶 這樣子勾肩搭背 男孩子是搭女孩子嘛 對不起 這種高度是要反過來 太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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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肩膀都斜了 這時候應該是反過來 假衣你搭去中海 然後結果你 假裝是你女朋友 那你摟著她的腰 對 你摟著她的腰 對不起 這樣子出去走 會不會奇怪 走在馬路上 我們去看個電影吧 走兩步來看看 OK 謝謝 所以這個男女在一起啊 身高比例還是不能差太多 當然不能 這有什麼關係 你結婚了 我知道我請問 但是我是不是講身高的問題 你知道嗎 這你真的覺得沒關係嗎 我覺得沒關係嘛 你今天如果 蔣營沒關係嘛 我覺得 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差太遠就有關係 如果她這樣 你的這個位置是 你的陷度是 下陷 下陷是多 對 就比我矮 兩三厘米吧 最多 要不然講話會很辛苦 而且我還喜歡穿高跟鞋 那如果 好像假設跟你一起的話 我就剝奪了 我穿高跟鞋的權益 我覺得女孩子 如果鞋櫃你會沒有高跟鞋 是很慘的一件事耶 可是你要知道 我不在意 人家在意啊 除非你也穿高跟鞋 如果說你的 擇偶的條件是這樣子的話 你那個選擇的範圍很小耶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的高度 不是很值得令人羨慕的 對不對 對 可是這樣會不會 我還好 會 不配合 那妳這樣會不會很難交男朋友 其實我倒是沒有為此擔心過 會不會很多人因為妳太高 不行喔 不能追她 不可能追到的這樣子 那她這樣也不會給我知道 我也不會知道 她本來想追我 因為太高不敢追 我也不會知道 可是我覺得 癌的男生比較喜歡 高等女生 對啊 所以瑪格莉特對這方面是沒有那麼嚴格的要求 我不會 我不會很嚴格 可是我發現 就是對我的男生癌的比較多 有像他這麼癌的嗎 我不知道他怎麼 來…試試看 就能站挺一點 不要怕 有 有喔 對 有更癌 小癌就出頭天啦 對啊 都還好 真的不錯 那瑪格莉特 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第二次來 第二次 進入演藝圈了 那因為妳是白俄羅斯人 白俄羅斯人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來講 比較難得遇到 對 會不會很多男孩子 對妳比較照顧 有 還是有嗎 對 有 那他們會不會一直很煩的 一直問妳 白俄羅斯長什麼樣子啊 什麼的 一直問妳 就是如果人是久了 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對 我覺得最痛苦是那個司機 就是坐計程車 就是每天每天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 妳每次都來回答一遍 對 每天每天已經習慣了 就 一坐下來就同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妳從哪裡來的 妳從哪裡來的 對 還有呢 她說白俄羅斯 她說 你們現在裡面好冷喔 對不對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好舒服對不對 我就沒有開心 我就Oh my God 妳下次做一個牌子嘛 她一問妳就 沒有 妳知道嗎 Jesse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她認不出來 我是誰 就問這些 如果人都出來 我是誰 就問另外一個方面 可是也是一直問 一直問 像譬如說我們看到很多 像國外啊 男女一見面一定會這樣 Hello 對 然後這樣 對不對 對 可是台灣就不這樣認為 我是這樣子 妳說 就是比較熟的朋友 我會這樣 妳就會主動 對 我會主動 其實男女都要嘛 Hello就這樣碰一下嘛 對 其實這是一種禮貌 聽到沒有 各位 這是一種禮貌 這是一種打招呼的方式 並不是說很隨便 或者是什麼樣的行為 這在國外 就跟我們男孩子握手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那獎儀呢 我跟我的外國朋友就會這樣啊 我都會尊重外國朋友 他們本身的習慣 會用這種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看他們想要怎樣囉 其實我們台北人也是這樣 對 如果外國也待過一陣子 我是ABC 我們就為了抱一下 然後變這樣子 被硬要 對不對 蔡英文如果說 今天屈永恆看到妳對不對 第一次他要抱妳 嗨 How are you 妳好嗎 歡迎來台北 他要抱妳 妳會不會覺得 幹嘛 不會啊 如果他真的表現得 很自然 對 很自然 然後蔡英文也講得很 很流利 很有味道的那種 我就覺得沒有所謂 那講台語就不行喔 你好 我跟你講 你不錯這樣 就不行 那他現在如果說 我們重新 第一次假裝剛見到 他這樣抱妳試試看喔 妳看他自不自然 是 預備 影帝來了 請妳先站起來一下 5 4 3 2 1 嗨 蔡英 你好 我已經感受到妳的名字了 怎麼會啊 我還硬 太硬了對不對 是這樣子 不自然 對啊 而且你都不是這樣 而且你差好遠喔 小湯來了 怎麼隔那麼遠 他還是有所顧忌 我們今天派出我們的強棒 自然幹什麼呢 哈囉 小明星 嗨 嗨 開始 哈囉 不能很好嗎 對不對 這樣幹什麼 你覺得他自不自然 這樣 不錯啊 我結婚了 只以為是這樣 有關係 兩位的腿都非常長 好 請問妳的腿長有多長 44吋吧 好長 44耶 站起來我們比一下喔 你是不是得你幾吋 我們派出42 最高的小湯跟你比一下 41.5 我的褲長大概都41.5 我這一條內長褲長是36吋 就是外長應該46 沒什麼好比 沒什麼好比 好比 為了求取公平起見 魔術師來了 我是方圓式的朋友 對 先把 44喔 來 這是1吧 你會量嗎 真的耶 不是這樣子耶 不用懷疑 44 44嗎 45 44半到腰 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 其實這裡是低腰 那如果放到腰上面量了 就不算高跟鞋啦 就因為高跟鞋的關係嘛 所以就差不多了 放到腰是48 沒有 你以為有高跟鞋啊 對 你不能算高跟鞋 那沒有高跟鞋就對了 不算... 不算高跟鞋 這樣可以嗎 對啊 從腰算起的話 44半 45咧 來 我們把這個同樣高度 擺在圈紋身上 準備 要把我的高跟鞋扣掉啊 好 我不能那個 到胸下 那個...馬小姐... 不要叫我馬小姐 我好不喜歡馬小姐 馬哥小姐 對啦 馬小姐 馬小姐 OK 來 等一下喔 再下來一點 OK 對 馬哥也厲害 馬哥你42喔 到腰42 42 42 42的 這個太猛了 太猛了 你們是到幾歲的時候 就長成這麼高了 我一直都是 你一生下來就這麼高啊 不是... 就是從童年的年期 我一直都很高 來 我們看看森蓬腿多少 最後來幫個忙 來 要扣掉我高跟鞋 三十九半到四十 三十九半啊 你多少 我大概三十八半到三十五 要把我推出去啊 孩子 我還沒有回答完 就把我推出去 來 你拉上面 好不好 將近四十一半 四十一半 你不要衝進 你們有交過比自己矮的男孩子嗎 男朋友 有 愛我可能三... 三公分 三公分 CM 那你可以接受的是多少 三到五嗎 可以接受 大概... 視覺上不要太... 到眼睛 對 那樣比是差不多十公分耶 十公分跟六公分 真的要看那個人好不好 好 如果說 如果說像小康這樣的身高 OK嗎 都OK啊 真的嗎 他的多法還這樣 謝謝 謝謝 還可以撥個三五公分 今天還沒有很用力輸起來 是... 知道獎益要來 我可能輸到這樣 拉到最緊 對... 不過我知道小康大概沒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馬格那次來的時候 不是要親親嗎 有沒有 結果沒有親 他說要在馬格的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如果小康去 他就會親 對 對不對 就沒去 對不對 你真是賣主求榮 對啊 你這個時候提這個是不是為了什麼 對啊 你為了什麼嘛 你為了... 你為了兩位 你... 就... 告訴你 人家跟我講話矮是矮一肚子拐 我今天終於整個啊 好 應證 江一 那像小康這個高度 如果說當你的男朋友你接受 你有多高啊 我177 可以啊 穿上皮鞋快180 沒有啦 我算一七九 可以啊 我現在男朋友 就差不多這麼高啊 你有男朋友啦 沒有 好 想要做個結尾 OK 那你今天就... 我還在耶 OK喔 他先結尾啦 我們繼續啊 我現在要走了是不是 我現在要想跟一走啊 來... 來... 好 你們會不會覺得自己太高 有一些壞處 當然有啊 例如 買牛仔褲超難買 對 腿太長 就是買什麼褲子都難買 不一定是牛仔褲啦 牛仔褲已經算是好買的了 那褲子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要買褲子的話 就其實我... 我基本上就只有這種很... 簡單款式的牛仔褲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些 特別的剪裁或者花紋那些 都一定不可以穿 就是不能說在街上見到 你就可以穿不可能 尤其是在東方的這些國家 你們來講 因為一般東方的普遍 腿沒那麼長 對啊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有很多歐美的牌子 然後其他的... 就是其他款式的褲子 就更難買了 哪個應該還好 為什麼 我42 打443 我只有這兩個 對啊 你... 你到底怎樣 我今天... 好 那我再問一個 女性的絲襪 絲襪會不會難買 絲襪 簡直是放棄了 我是 因為以前常常做秀 走Catwalk的時候 要穿絲襪 永遠都是拉到一半 拉到這裡就拉不上來 太短了 硬是拉上來 然後走就走就會掉下去 所以就會很辛苦 所以就是 如果一定要穿的話 會之前就跟他講 一定要最長最長 加超長超長的那一種 所以我很少穿絲襪 馬個沒問題 他今天有穿 人家也很長 人家這一條 可是從歐洲直接進口的 你怎麼知道 東方沒有那麼長的人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看不起人家嗎 還好了 我是很會拉 對 因為 絲襪要拉 可是他會慢慢往下縮 就會很難受 我常常就是拍照 對... 拍照的時候 然後我就等到拍完 那時候已經摸到下縮 對 高的女孩子撒嬌起來 會不會覺得怪怪 不會啊 會嗎 會 我覺得 你為什麼笑得那麼大聲 會 就是你們剛剛有問的問題 就是那個 個子高的女孩子 有什麼壞處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就是這個 不能撒嬌 可以喔 因為我的個性滿內容的活潑 你知道嗎 可是我每次都覺得 比如說看一些節目 然後就自己表現得比較可愛 我就覺得Oh my God 好噁心 妳的個性 妳會跟男朋友撒嬌嗎 我會啊 會喔 我常常撒嬌啊 請問高個子這個撒嬌法 是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我沒研究過耶 有什麼法 妳覺得還是一樣 一樣啊 就是很自然啊 那這樣囉 好 妳就今天站起 把小康當成妳男朋友 對他撒嬌 馬上來進行 戰敗國王包包包模擬劇 到底高個兒要怎麼撒嬌咧 開始 大哥 我生日了 生日 年年有 有什麼稀奇的 人家18歲了 真的喔 帶我去旅行吧 我見到一個旅行團 滿便宜的耶 幾個錢 就我們兩個人不貴啦 不貴啊 為什麼要去國外呢 在國外 你看著我們啊 好可愛喔 好不好 好 好 你說啦 郭小子 GO... OK 可以啦 搞定啦 這個我有點被脅迫的感覺 請坐 所以這個撒嬌 瑪格麗特 我 不叫妳瑪小姐嗎 OK 開始 小看 我生日快到了喔 OK 有什麼要求嗎 要求國外 要求國外 要... 妳這樣子就不會我的感覺耶 對不起 對 對不起 要去國外嗎 對 要去國外 妳想去哪一國呢 我要去...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很貴耶 那怎麼辦 還是要求 我懂了 我們去吧 妳看看 馬上就OK了 所以說小看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撒嬌 重點在於那個眼神要對看到 就成功一半 對 但是我是一身冷汗 妳是被幹掉嗎 對 妳破壞我的感覺 對... 然後女孩子 這麼...這麼大的膽子 要到異鄉去發展 尤其妳這麼遠 妳這個決心要下下去很... 很難吧 為什麼不留在那個... 自己的... 對 好好講 不要哭喔 真的不知道耶 對 就覺得... 就覺得是... 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是幾歲 二十歲對不對 嗯 就二十歲我覺得跟現在是... 四年後 我覺得那個想法是...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妳會後悔嗎 不會啊 就覺得還是... 妳覺得妳的決定是對的 對不對 不是對的 我就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內中的選擇 那個時候的選擇 那個時候的選擇 命中注定 對 我是這樣想的 那瑪格麗特 妳那時候剛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剛來的時候 應該算是錢比較難賺 對不對 對 妳還被電信公司追過債 對 為什麼 忘了交錢還是不知道怎麼交錢 是不是 那個時候好像沒有錢 沒有錢 是沒有錢 剛來還沒有那麼多工作 也沒有經紀人啊對不對 有 有經紀人的 對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我覺得就是人... 不認識妳 基本上不會給妳什麼機會 通告會比較少 就是通告是到... 可能... 最好是一個禮拜一次 最好的情況也不過這樣子而已 對 那很辛苦 很辛苦啊 來...你看來到這邊 妳要住 要吃 要穿 還行頭什麼 至少要... 對啊 裡面要打扮一下 那妳要不要寄錢回家 這個很動... 有... 還是要寄錢回家 對 不是要 是自己願意 自己願意 就是說也有這個能力了 就是多少寄一點錢回家 對... 那... 蔣義啊 妳來台灣算是一個新人對不對 那妳的觀念 為什麼就會大方地承認說 我有男朋友 因為一般來講 好像都不太願意承認這種事情 因為其實在香港 所有人都知道啦 我跟我男朋友是非常公開 就是全香港的人啊 媒體啊 全部都知道 那我覺得不可能我在台灣保密啊 怎麼可能在現在這個社會 信心那麼發達啊 可是比如說妳講了說 妳有男朋友的話 會不會變成就是說 很多的媒體都去偷拍妳跟妳男朋友啊 或者去針對妳男朋友 不會啊 如果我不說 然後... 然後萬一被他們 就是一定會查到說 原來我有 那才會去偷拍啊 可是我都說了 我有男朋友啊 對啊 她兩個禮拜過來看我一次啊 對啊 我們會去港街 會去看電影啊 那願意來拍就拍好了 我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都是跟她在一起 其實她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也滿好的 就是大方承認了 讓妳們沒得做文章 就是如果就算拍 就算寫也是一次啊 第二次就不會有人再有興趣了 但是那是妳結婚的想法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 我也是 我也覺得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你不懂的啦 不是 那個壓力有多大 那個是妳複合的角度 不是 一直不複合 大家這邊是... 你不懂的啦 對啊 不是 那個壓力有多大 那是妳複合的角度 不是 一直不複合 大家這邊是盯著妳 妳那個是... 妳要是那個市場狀況的供需而定 你知道嗎 當市場這種狀況需要妳的時候 妳就必須要控制住這個供貨量 對不對 妳不能...對不對 粗糙 懂我意思嗎 我懂妳意思 對不對 妳不能一下子 讓大家都知道妳的狀況 因為畢竟... 我沒有故意說要告訴全世界 我有男朋友怎樣 但是因為有人問 而是記者問我 OK 我就承認囉 然後...對啊 誰問我我就會承認 但是... 我不會說我跟... 你沒有問到 我故意跟你說 我有男朋友 我在香港怎麼樣 我不會故意去宣傳這件事情 可是基本上 我們台灣的 有部分的觀眾 我不是說全部 他們對這個藝人方面 尤其是女孩子 他們都希望有多一點的想像空間 不要問製作單位 要不要尷尬 OK 那蔣儀來了台灣之後 有沒有一些男藝人對妳示好 沒有 他沒有跟什麼男藝人合作過 所以妳喜歡主持還是喜歡拍戲 我喜歡拍戲 電影是OK啦 電視演員喔 這麼高的女主角啊 很難 要找到跟她搭的男主角是比較辛苦 男主角一直站在上面 我跟你說啊 對 對啊 所以公司就說 可能拍電視會比較難 除非這個戲名是 我的男人是矮子 你就是男... 那你一定要調他演 對 就厲害了 他應該還不夠勃吧 不夠了 太高了 太高了 有三十年了吧 有三十年沒有人說過你太高了吧 快啊 是三十八年 出生到現在 沒有人說過你會高 小剛剛... 男人的熱淚 這個時候就是在... 含在眼眶裡 真是太爽了 高居然跟屈中很擺在一起 謝謝 真的會表情 不錯... 好 剛剛有講到你說什麼 你會做甜品啊 對啊 那個書可以借我們看看 是你在香港有一個叫 蔣宜新主義的一個美食節目 甜結而甜品 完全正確 對... 你怎麼會特別會甜品呢 沒有 其實我不是特別會甜品 只是大家都... 他們覺得如果光出甜品 會比較有特色 然後就... 所以就出了一本甜品書 而且還英文的耶 中英對照的 但是你的節目裡面是 各種菜都有... 對 但是是以西餐為主 不過就是... 煮菜跟甜品都有 瑪格麗特會做菜嗎 還好 OK 我會 可是... 可是怎樣 不愛做 不是不愛做 我是覺得如果有人要來 他們想要我做菜 我想要做 可是如果為了自己 我不會 瑪格麗特妳的個性 其實算是... 滿直的 滿...也還好 就是比較... 有一點... 我想什麼就會講什麼 那就是很直 可是還是... 還是我已經訓練自己有的時候 不太... 要考慮一下 對...想一下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帶職業吃貴 人家會誤會 對 好吧 倒是 因為說者無異 聽者有異 對... 尤其我們台灣這個社會 有些人就是這麼小 而且親眼 這個演藝圈更是這樣子 對 那今天請到這兩大美女們 一個是甜品專家 在香港也是美食專家了 那我們瑪格麗特對不對 白俄羅斯 我們一定要吃白俄羅斯一個菜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要請 蔣儀我們做一個超級甜點 然後請她為我們做一個 家鄉的涼菜 對不對 對 冷的 簡單的 那瑪格麗特做的是鹹的 對 然後蔣儀做的甜點 OK... OK 我們開始做菜 馬上進行 包括美食教室的時間了 到底兩位會安排 什麼樣的菜色呢 馬上來看看吧 蔣儀煮的是紅酒櫻桃 材料有紅酒櫻桃蜂蜂 白砂糖 Mascarpone cheese 還有薄荷葉 而瑪格麗特的菜 這是白俄羅斯的涼菜 主要材料有白竹蛋 紅酒醃製蘑菇 除菲兒起司 還有蒜味沙拉醬 來 今天呢 蔣儀 妳要我們示範的是什麼 我今天煮的這道甜品 在我的書裡面是可以找到 是一道非常快速 而且簡單的甜品 就叫做九煮櫻桃加Mascarpone cheese 九煮櫻桃加Mascarpone cheese 整個中文怎麼講 九煮櫻桃加Mascarpone cheese 我不知道Mascarpone cheese OK 怎麼翻譯在台灣 是叫Mascarpone cheese嗎 我不知道 OK 反正你就在外面可以買到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買櫻桃 櫻桃呢 要每一個都把它切拌 然後把裡面的那個盒拿出來 所以就全都變成這樣子了 OK 我們就拿一個 現在還沒有 這個先有開喔 是 不好意思 開到最大好了 好 200 就準備一瓶紅酒 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裡沒有兩杯 我就先用這個普通的水杯來代替 那就是兩份紅酒一份糖的比例 這樣子放下去一起煮 再來一杯 太好了 太好了 兩杯 對 把它煮滾 然後糖 糖我猜這裡也差不多 差不多 全下 這麼甜喔 可能還有嗎 因為 真甜喔 對啊 給櫻桃一點甜味 其實不會啊 要不要這樣攪拌一下 可以啊 可以喔 其實因為紅酒比較酸嘛 所以加一點糖中和一下 另外我們這裡 這個橙很醜耶 沒有關係 對 那我們要加一點 這個 小心... 我已經聞到好香喔 小一點火好了 是... 刀子很確定這個火 120度可以嗎 OK 其實我們就要把它大概煮滾先 用一般的水果刀 削一些橙皮下來 只要表面那一層黃黃的 不要有太多裡面白色的部分 就給它一點香味 那因為這個橙皮等一下我們煮完之後 是要拿掉的 所以就不用說把它刨得很細 或者是... 就一大片就可以了 最主要只要給它味道就可以了 旁邊都不要偷吃 好 這是一片 一片 可以削多幾片 那可以再加多一片 再一片 兩片 好的 沒有 這個刀很鈍 我好怕削到自己 所以不削了 對不起 然後你等它差不多煮滾的時候 就可以把櫻桃就全部倒下去 然後就等它慢慢煮 小火大概煮五分鐘 煮到櫻桃差不多變軟就可以了 那起司是最後才放的嗎 起司是等一下 起司是... 起司其實是不用煮的 只是這個櫻桃煮完之後 然後熱熱的盛在碟子上 然後把起司加了蜜糖以後 放在上面 那你吃的時候 起司就有一點融融的 跟下面的水果就融合在一起 好厲害 好 那你們這邊 麻煩先煮一下好不好 可是這個酒還沒滾 好 等一下 接下來是瑪格麗熱台 瑪格麗熱台 來 我們先介紹原料 原料有 雞蛋 煮熟的雞蛋 對 那個煮的 等一下 等我一下 要開了 來 我們在那邊主持了 你們在那邊聊天 你不理我們 來 首先我們看到是煮熟的白雞蛋 對 好不好 在這邊 看到沒有 好 第二個是 Mushroom 蘑菇 蘑菇 對 那時間很短 所以我已經直接拿了 先炒過 對 超好的 用什麼東西炒呢 油 油還有 加這個綠綠的是 還有綠綠的是 我不知道 中文怎麼講 蘿勒 是不是 對 你問問看你就知道 聞得出來嗎 不知道那個中文的 就是有的義大利麵 蘑菇里裡面會加的東西 對不對 是什麼英文是什麼 你比較了解 蘿勒是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講 蘿勒 是杯手嗎 我聞看 不了 不會 應該是蘿勒 沒有關係 就加一些香料就對了 香料 對... OK 那這個是 第四 第二個是那個 乳格的那個沙拉醬 但是有蒜味的 蒜味的 對 蒜味的乳格 沙拉醬 對 OK 好 第三個是最重要的是 起司 起司 這是什麼起司 這個是 這個是起司 這個是起司 很好吃的起司 是硬的 硬的 對 硬的 好 非常香 來 對 預備 起司 真的嗎 對 你想吃我的 好 來 首先第一步是 第一步是 還沒滾喔 起司 起司要 對 起司要 對 你要幫我嗎 當然 當然 然後 你就是為了禮貌而已對不對 對 你真的太直了 專心做菜 為什麼 然後呢 我們把它 沒有... 好喔 對面 我昨天 我昨天已經... 我昨天有請到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講 他們講什麼 男生太直不好對不對 沒有... 要有點彎度才有感覺 不是... 會撒嬌的女孩子很好命 會撒嬌的女孩子很好命 對 是不是 是... 真的嗎 真的 尤其婚後喔 我要去上課 結婚後的女人 一定要會撒嬌 知道嗎 丈夫就會更愛你的 好 第二步就是那個 雞蛋要... 好 讓它煮五分鐘好了 雞蛋切半 對 每個雞蛋是切一半 切一半 有沒有筷子 我現在在這裡把剛才的 可是... 我們在搶鏡頭 把剛才的Mascarpone cheese 跟大概兩勺半的蜜糖 因為他們今天買的這個是 叫龍燕蜜 應該還滿有特別香味的 所以就攪拌一下 等這個起司呢 有一點甜甜的味道在裡面 好冷喔 起司都硬了 好難攪拌喔 天氣太... 我來... 你出國就交給男人辦 不行 我不信不過你 我要自己來 這樣做不到 你有做... 先這樣 我怕我的東西... 開過餐廳好不好 OK 不好意思 我不吃 在這個時候就要相信男人 好不好 我相信... 但是我通常 我們家不給男生進廚房的 為什麼 因為... 傳統 沒有 我就... 我覺得廚房是我的天地啊 我不喜歡有人進來打擾 是... 我喜歡在裡面 變一些很美味的東西出來 然後給男生驚喜 可是... 可是我不想讓他見到 那個準備的過程 你知道嗎 常常是一片混亂 對... 我覺得會影響胃口 那妳在準備之後 會穿得很性感嗎 會啊 因為很熱 給我一杯紅酒 OK 要把蛋黃 我們這邊是要把蛋黃挖出來 挖出來 太小了 沒關係 三個夠不夠 我覺得三個夠 夠... 你認為夠就夠 可以 好 蛋黃還要不要 要 這個要... 要不然我們拿出來 我們的蜜蜂的甜味不一樣 把它弄成泥狀就對了 對 對 蜜蜂拿出來 要切嗎 對 要切 要切少一塊 就是... 切小一點 對 小一點 就是一塊... 冷菜很麻煩 比我的更麻煩 真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你好... 你再試吃一次 對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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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啦 對著我 下不氣... 下不氣... 下不氣 下不氣 差不多了我們 差不多了喔 然後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櫻桃喔 好 都是紅紅的紅酒的顏色 我們差不多了 櫻桃本來就紅色 可是它現在的顏色更濃郁啊 而且不一樣了 是有紅酒的顏色 是... 我叫你組織節目不會 叫你打情罵俏 跟人家抬槓 我不是做錯了 抬槓的感覺 好恐怖喔 我怎麼敢得罪它啊 OK 好 多吃一口吧 過去那邊 好 現在要加這一些 很柔弱的 好 吃嗎 餅豹大廚 我們接下來要準備 我也要試試看喔 它那個起司好奶喔 真的啊 對啊 因為Mascarpone起司 是一種新鮮的起司 是用新鮮牛奶做的 所以它會非常重的奶味 來 先去試吃那個 來 大家都伸個指頭 等會兒試吃一下 一定是很好吃 你不是一大塊啊 去 倒手 好厲害 等一下 不夠了 好 我也要吃你的一大塊 好好吃耶 冷靜... 為什麼 你孩子試吃東西的時候 都好性感 因為就會覺得肚子餓吧 妳老婆試吃東西的時候 不性感嗎 性感啊 所以啊 男生吃東西了 不性感可以 我們現在可以裝成蝶了嗎 可以 可以 妳沒講 我們現在要放一點那個 沙拉醬 沙拉醬 對 剛剛就是把蘑菇跟弄碎的那個 蛋黃 然後拌在一起 妳現在再拌一點沙拉醬 大家一起 對 我很討厭有男生在旁邊 好煩 反而會按摩按摩的感覺 I'm sorry 沒有... 不是說你這樣的啦 重點這樣很討厭 不是我這樣 不是啦 有一些就是不懂的 會問這問那 然後怎麼做... 怎麼放哪裡... 就是會... 就是會讓我集中不了經驗 不如自己一個人來 所以基本上的 可是像這樣子的 對做菜是非常在行的 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不講話 默默的做 沒有啦 好 你們這邊在裝盤是不是 幫幫手 幫一點起司 好 對不起 那我們這邊是 要加一點起司 加一點起司 一點點 這樣 夠了 夠了 再揮霍嗎 可以 再揮霍 好 OK 最大 OK 報告 弄好了 好的 謝謝 然後這個時候 就要把它放下去了 對 放在那個蛋裡面 對 我現在就是 我們已經裝好了一疊 大概 如果是這種碗的話 這應該是一個人的份量吧 因為不想太多 然後我就要放一些起司在上面 你不要清洗罐子 通常都會用一個西餐的湯匙 把它搞得漂亮一點 可是這個湯匙的形狀 因為有一點奇怪 對 所以現在我們兩邊 瑪格麗特現在已經弄好了 一個了 一個 我已經裝好了 那蔣儀 剛才我們還有薄荷葉 薄荷葉 薄荷葉 在上面要... 蔣儀是只擦薄荷葉了對不對 好 蔣儀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我的甜品 還在冒煙耶 這邊放個湯匙 對 好美 你都沒有抬頭了 我看到... 好美... 那我現在其實 我這邊的汁還在煮 因為我想把它煮的顏色 更濃郁一點 然後可以淋在上面 就會更漂亮 還有這一層 好 還有一招就對了 那現在我們三個人 這一拳來 這一拳 三個人只有一個可以試吃 好不好 兩鍋 我們先... 沒有...先講在這邊 這是什麼 這是起司 對 我知道 我們先蔣儀那邊嘛 蔣儀那邊 預備 剪刀 石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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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鵬跟馬威樂跟蔣儀 你們三個要試吃那個 我們兩個不能吃 好不好 來 你們先去那邊 試吃 我來...我來把這個裝好 這... 不行了吧 可以了 帶...這個帶多 那再做一個 對 這個帶多多吃 你在幹嘛 這幹嘛 好不... 吐出來 吐出來... 吐出來 偷吃 我看我現在太虛弱了吧 太虛弱了吧 太虛弱了吧 還不錯 你還沒...你已經... OK 來 再擺一點這個 轉小火 轉小火 真的滿好吃的 真的嗎 不要在旁邊喘氣 很噁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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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邊已經融化了 對啊... 這個淋下去更...更優 偷吃鬼 走啊 OK 好 來... 我們這邊已經結束了 來 預備 來 你們三位先... 你們那邊OK了嗎 我這邊的棒子好... 我們OK啦 它不美喔 沒有關係... 最後加一個最後的touch up 就是把這個... 太好吃了 淋上去 很美味的那個紅酒汁濃濃的 把它淋在上面 淋一點就好 淋一點就好 好漂亮 就是給它一點顏色 因為剛才其實那個煮出來的顏色 不是很紅 所以你在家裡其實還可以再煮久一點 把它煮得更濃一點 是的 現在可以關火了 OK 可以啦 來... 好,來 可以吃一下 好的 來,Margaret 最不好的給我拿著吧 來,你們... 你們三位試吃 好小的勺子喔 這是咖啡勺吧 對 你的菜好好看喔 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跟那個起司 OK 就是有起司 你讓我站中間 好 有起司 好小的勺子喔 半個都拿不起來 就這樣子一起吃 OK 敬大家 OK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正喔 好好吃喔 敬你,謝謝 好好吃喔 正... 我餵你 太優了,這個 猜出了,不准吃啦 快 真的很好吃 來 好了 很燙嗎 有一點還好 OK,好 非常簡單喔 好棒喔 這再講一次,這叫做... 這叫做紅酒煮櫻桃 加Mascarpone芝士 OK 那這個Mascarpone芝士 在那裡可以買 在很多各大超市都有出售 Mascarpone芝士 對,是一種意大利的新鮮食 對,大家要記得Mascarpone芝士 Mascarpone 大家一定要記得好不好 這跟那個做Tiramisu的芝士 是同一種 早講嘛 Tiramisu的芝士是同一種 對 對 好的 接下來呢 來,我們三個要吃一拳 什麼快 快點啦 快點啦 什麼 誰 什麼 準備,剪刀、石頭 剪刀、石頭 來 我也要吃 你也要吃 我們三個可以,來 我幫你... 對 擺在旁邊 不是 擺在這裡啊 結果... 結果好像老鼠喔 沒分 沒有,這好像不錯... 但是這個薄荷葉 已經都是軟軟捏捏的了 對 你在幹嘛 出去,不准路 出去 沒分 通知 其實這樣想要裝飾一下 真的很漂亮 對啊,很這樣 這個裝飾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一些簡單的香草或者... 或者是你就算撒一些什麼 胡椒粉在上面都會漂亮很多 這個有名字嗎 你給 我給 對,你給一個名字 你們在白洛... 俄羅斯沒有叫他吃什麼... 就是很難喔 就是很常 很常,妳講講看 沒氣 我不知道我叫什麼 叫 國光幫幫忙 好 國光幫幫忙 這是起司袋 因為你剛剛也幫我對不對 對... 好,來,我們開始吃 來,妳先 謝謝 我...我也要吃嗎 對啊... 我不喜歡吃自己的菜 但馬克力克 你可以選擇你的份 要給誰吃 好,你 好,謝謝 謝謝 我一來到節目 你一直欺負我 我沒有欺負你 我保證你的 敬各位 觀眾,還有謝謝馬克力特 不會... 來,公公拿來吃一個,來 真的嗎 好吃嗎 馬克力特的那個臉怎麼會這樣 什麼樣的臉 真的好吃 好吃喔 真的好吃嗎 很特別的味道 好吃 好吃 這個味道不錯 這應該是橘子皮啊 不要開玩笑 再來 其實今天... 今天呢 什麼 我們... 不開心我們錄完了 還有一顆我幫你弄 對,再幫你做一個 對,再幫你做一個 在南部 沒有,其實今天呢 請到兩位美女來 其實他們真的是外在美 跟內在美兼具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小小的一段時間之內 兩位都可以做出這個 非常可口的一個甜點 跟一個冷菜 或者可以說我們的前菜 所以說呢 所有的女孩子 不得要外表漂亮 其實有的時候也是要去 取決她們一樣 充實自己的內在美 這邊嘴巴有淡穴 騙你了 這不是好笑 他沒吃到他已經翻臉了 好不好 什麼蛋炫騙你 好,希望呢 我們今天介紹這兩道菜呢 你們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對 那至於口味的那個粽與蛋呢 希望你們自己 斟酌自己的口味 來去調整,好不好 今天謝謝兩位,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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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三點露 你要露兩點 這這一點 露這兩點 喂 喂 這什麼啊 前一陣子不是說冰糖心思 不准露點 不准露毛有沒有 說不准露毛有沒有 因為他南部都穿那種透明的 那女生多厲害 只有把毛刮掉 然後就先穿 就看得更清楚 什麼都 準備要生小孩 還沒有大概也都兩年 再兩年再準備一下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是什麼還要生小孩 還沒找到適當的體格 喂 掉了 別了 去 是不是 感谢观看